中文字幕志愿者 彭承睿老师傅话说的豪气 因为每年端午节各县市龙舟比赛 都能看见他的作品 至今打造过上百艘龙船 六十年的造船工艺 说他是国宝籍 一点也不为过 造型 整个形态 都跟海南不一样 刚才一百年 在海里在想我这样 师傅口中要和别人 不一样的龙船 难再讲究线条美的船型 尤其如何弯曲木头 形成美的弧度 都是船之成败关键 一艘要能沉重 禁忌 不容易翻的船 都是深不见底的 专业设计和工艺技术 小学毕业就从屏东 远赴基隆当学徒学造船 洪全瑞凭借物性好天分高 一般人要跟着师傅学上六七年 但他不到三年就出师 十七岁时就自立门户当起老板 年少独当一面靠的不光是技术 还有比别人勤劳和追求完美的坚持 老师傅最早做的是渔业用船 因为东港渔业兴盛 带动造船业才陆续开始打造龙舟 布置订单遍布全台 各个宫庙和政府单位 就连美国华府都曾聘请他 打造竞赛龙舟 投入造船一甲子 老师傅依旧坚持自己接单造船 这也是台湾唯一能够设计 翻造模具雕刻彩绘 所有复杂工序一手包办的技师 但市场工需让木造工艺逐渐失传 他想守住的不仅仅是买手倾心 一辈子收藏和作品 还有台湾龙舟的古早记忆 三连续文章 观众者卢线文章 科普圈屏东采访报道